记者陈光被张化报道,张化五岁女童遭仪仗灵虐致死,引发全民公愤,前晚有三百名群众突袭恶仪仗家撒民旨,杂烂家具,吓得嫌犯母亲连夜逃离,警方也拉起封锁线,防止再遭破坏,未料昨日下午又有群众侵入,扯掉封锁线,指望嫌犯家猛破油漆,连你旁的公妈厅也不放过, 乡民的司法正义似乎还未停歇,既前晚群众砸羊宅,包围警局,闯避宜馆讨公道后,昨日下午四点多,又有乡民提住游戏桶走入羊宅家泼漆,羊宅住家被泼红漆,局漆,连在隔壁祭祀祖先神明的公妈厅也惨遭波及,厅门被泼成白漆,相当狼狈不是这样讨公道的。 附近邻居表示,前晚发生散明之后,这些群众扬言会再来泼漆,后遭警方阻止,谨料昨日竟趁警方未防备之时,偷偷溜回来泼漆,如果是宣泄,泼住家就好,竟连公妈厅也泼,那是大家的祖先祠堂,这已经是严重破坏了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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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